《吴松传》 《吴松传》 吴松就住在南建里了 与谁妙暗了个窗铺 跟个单元一样 与宗是一天三顿送饭 哪一顿都是四个菜 一个糖 还顿顿又酒 跟别的犯人大不一样了 哪想做简呀 简直跟伺候上兵一般 不光男友们觉得奇怪 连吴松自己也纳闷 这怎么回事 闻与宗吧 多了不回答就一句 老爷让送的 吴松心想管他 反正有吃的酒比饿得好受 吃好的酒比脑袋下着睡了 送来就吃 一点也不给你剩下 一炷半个多月了 再也没提过汤的事 三大件也不带了 吴松倒落了个字 在想要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 就找男友们辣了 遇到不顺眼的 他还得惯惯 这一天 吴松有正和男友们说话的 小玉祖提进了十盒子 我说吴二爷 老爷又让送饭到检放 吴松说 搁到玉祖廟吧 那个地方很风凉 这吴松 到玉祖廟是 啪抓 扣囊 吃了个饱 卷摸着身上有力量 找玉祖廟的三地水 啪啪啪 三天走的乱晃荡 男友们就说二哥别打秒 女神爷眼怪咱造痒 吴松说 我刚刚吃饱一顿饭 我这个屁锤吃羊羊 把我羊羊的怪难受 我这个屁锤得杠杠 吴松刷巴落了左 就请眼外边乱嚷嚷 哎 少爷来了 哎 少爷来了 求求少爷 求求少爷 少爷失人尽了见 连面前跪下了一大膀 这个说 大少爷 我两天吃了一顿饭 哪个说 我一天喝了半碗糖回馆寨 见了老爷点句话 快给俺们谈感了 大少爷就说 好好好 回去我把这个画店上 紧速进钱往事里 少爷 有什么事情 请到检方 少爷道说事不大 我来看看乌尔朗 谁 杨古县来的吴松 吴 吴 吴松 怎么了 怎么打热天 只打冷战呢 吴 吴 吴松这个人呢 不能提了 怎么不能提了 他到了建里可就热闹了 做了汤了 这些做剪的哭他也搭 笑他也搭 这还不算呢 半个月前 催命鬼 霍炎王这两个人你是知道的 在梦中称谁干扰他们呀 可是 叫吴松恩一道就揍了一顿 施恩说 哦 他一个人揍了他俩 那可不是呗 呵 好家伙 你知道他俩说了多少好话呀 吴松才把他俩饶了 老爷派人给他送床铺来 哎他都不客气 到头便睡 老爷叫给他送来好吃的 他也不客气 吃的愣着呢 他是八爪扣囊吃的饱饱的 吃饱了照着雨水秒 抱抱抱就走 人家说你别打秒 他都说了 我这个屁锤吃羊羊我刚刚屁锤 他刚少屁锤了 施恩说去 你就说我叫他 啊 少爷你叫他 啊 少爷你别叫他了 他这啥屁锤正羊羊着 他羊羊怎么了 去去 叫他叫 是 金族心里说羊羊怎么着 你觉不着你是少爷呀 你别说是少爷 就算你是夜少 拉好了 还把了 拉不好啊 他不敢揍你才怪你 金族温庭不呆慢 于水秒见了 浩瀚吾尔朗 见了吴松忙事里 吴尔爷 你这个屁锤真是强 吴松温庭一等眼 想叫我揍你两巴掌 哎 我是说的好话 你怎么还揍我呀 吴松说我三个名儿在身 我这是好屁锤哪 你别太干啊 你重新来到了在这里 大老爷把你押箭放 大老爷不光不打你 还每天送饭到这房 你昨天病啊 过得都好啊 你这个事运喊不强 吴尔爷 快着吧 外边来了少爷是一浪 这人生来挨脸 吴他一小就洗把子 好你到那里 求他给老爷点鱼画 给那个弟姐换家乡 老早回到了你家里 缓缓细细度时光 吴松就说好好好 二爷给你穷忙忙 君祖文庭一烈嘴 耶 他长嘴就是爷爷 君祖就在头里走 吴松在后边金梗上 这都只见太偷看 大两少爷十一浪 年纪不大 二十多岁 那个模样张得怪漂亮 只见他 茶花将劲 头上带 苏罗花炮 穿身上 四套一根腰中计 博底快雪二祖壮 吴松一看认出来了 大堂上见过的少年浪 我今天上前捡个链 多谢他没让我爱上大半行 不管真的假的 就凭没吃年钱块 给他捡个链 吴松今天忙失礼 啊 少爷鬼替可安康 是人问听一片嘴 心里说你看不见吗 我本身上下带着上 你 是一浪 面离儿子没出口 就听见后边有人喊 冤枉 少爷 我冤枉 少爷 我也冤枉 是人这边一牛奶 见俩人鬼的地堂样 这个说 大少爷 我这个名字 崔名官 哪个说 我这个名字 火炎王 山东来的这个吴老尔 他这个做事真不强 你可知道 那些伊犁 美工匪 都处在犯人他们身上 俺们俩给他来 要鬼举铃啊 他抓住俺老 何常年纪捧光光 我说少爷呀 你会管这爱见了老爷 点句话吧 俺们俩不能再管难见放了 要再来这么个无老二 俺们俩就得把命打上 世人问听把头颠 心里不住俺死量 嗯 得给他俩转转秒 得给他俩转转广 说吴松两句 叫他俩的菜市好干 世人想的倒对呀 他可不知道吴松是个什么脾气呀 吴松那个脾气就跟挑灶一样一戳呀 奔奔的蹦 本来吴松就不想来见世人 可是半个月一来 竟吃好的喝好的 吴松也怪纳闷 也琢磨着这里边准有事 他早想能够明白 又一听锦族说少爷还喜欢无意 吴松心里也高兴 这才来见世人 一见世人就给他见铃 见铃之后呢 吴松等着世人换礼 试给你本来也要换礼 可瞧啦 就在这个功夫 崔明归霍炎王来喊上怨王了 把剑铃这个事啊 耽误了 我送你一件世人不换礼 就已经八分气了 一看这两小子喊怨王这个气啊 可就大喽 心想好啊 这两小子 他们答应的我三件事 半个多月了 一件都没办 哦 今天见少爷一类含上怨王了 嗯 我看你世人怎么办 世人呢 正想说无怂两句 这插口可就对上了 可就热闹了 世人一知无怂 无怂一宝帮 两个人面对着面就拉上架子了 把世人吓了一跳 可世人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上了 也受不回去了 冲着无怂 他就寻上了 说无怂啊 在杨国县 你师范的人名儿 老爷把你押见放 哎 把你押到南建里 你倒好 来到建里 喂了 忘了 打了这个走哪个 哎你不该 打了催命棍和火焰王 他们俩本是当头的 叫他们的筷子怎么着打 大少爷照着无怂说不死 别翻了浩瀚玩儿浪 用手一只叫声响 你别在这里糊涂呢 不用分手 先凶我 你也不问问 我为什么走了崔明棍和火焰王 抛一劲 他先走我 杠子都带断了 剩了半劲 他拿着拿半劲又走到我这个大腿上 他喊说 打碗的上头打下头 齐名就叫两头梦 我就说 南建里打死人能不成命吗 他倒说 此上他十个八个不得成 一怒之前我打了他了 他们俩还来苏远王 莫非说他们俩要钱分给你吗 你们爷们做鬼还贪咋 哦 你是仗着那爹做粥鬼呀 呸 就算你爹做皇上 就让你爹做这黑白赌察院 二爷我敢去吹行 耍着脑 带着弄 上前抓着十一浪 两毛用力一吃劲 胡的声举了个锅定量 吴宋说不打你不骂你 我叫你牙狗捧乃枪 好喊吴宋要出手 热闹都在下回上 吗 我招待了 我招待了 我招待给你一个小时 你招待是小时 你招待了